先来关注到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神州15号航天员船组将会在近日择机执行 云梦船组的首次出舱任务 这是中国空天站在建成之后的首次出舱 这次任务呢 航天员会从问天骑查舱出舱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问天实验舱里头展开 航天员们看到大家是拆包了舱外的航天服 以及其他各类型的出舱工具 包括像是舱外的空具台 通用把手电动工具以及伸缩安全绳等等 此外航天员还特别安装了舱间的通风管 对问天骑查舱先进行了通风 在正式的出舱之前 航天员载轨完成了多次的出舱活动的演练 从2022年的11月30号进驻到空间站以来 神州15号陈祖已经载轨工作生活有70天 目前航天员们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也具备的出舱活动的条件 面穿和着 底线 线 七戒 做个罩 这变化 组合体运行的 处理 而却